伤害人犯物之灵,其实是很罪弱的,是同生在一个世界上,就难见天灾人祸的归天,甚多以求道者,但与道人力不可患就只为一切况下,曾经使用三宝,皆能大事化小,所一人必须。 这种历证多得不可生死,无法再使一名历史,提上两点虽然疑为宝贵,但却是任何人只要抗议现实,借着上帝的天命宝贵,立刻又可以得到的保障,你骗得了别人,就随着人的承听智慧及最真理之, 持实践,而就过身或前不同的体验了,如人爱别人的冷暖自知,凶望作为冷静又善恨自己,有机会能追求神魔,我们活着为了神魔,也能入宝山而满战而亏, 持实践,也能求到白红山而满战而亏,也无调因为小小的怨恨,放弃了别人的大恩, 持实践,感谢上帮我拥有的,感谢上帮我拥有的, 持实一点凡是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,这个就是慕悲, 持实二点说话,不要有攻击性,不要有差伤力, 持实三点诚实的,面对你内心的矛盾和物点,不要牵牵你自己, 持实四点英国,不曾推迁过我们直播,我以请不要抱怨, 持实五点造多数的,人一辈子只做了三件事, 持实七七人被珍惜, 持实六点心是最大的限制, 别人能见你一时, 而他却会见你一辈子, 持实七点只要自觉心安, 持实难被偷耗,如有一人微度, 切莫自己好了, 五十八点当你手中抓住一件东西如放食, 你只能拥有这件东西, 如果你肯放手, 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, 人得心若和时自己的观念, 就肯放下, 那魔法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, 如十九点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一天, 那就是一种足起了,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读到明天的太阳,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寒废,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, 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加破人房, 六十点五, 你得生命观, 我保我的生命观, 我不干涉你, 只要我能, 我就敢化你, 如果不能, 那我就得念, 六十一点你,希望占我永恒, 那你必须控制现在, 六十二点恶口, 永远不要出色于我们的口中, 不管它有多坏, 有多恶, 你越怕它, 你的心就被误染了, 你要想, 它就是你的善知识, 六十三点别人, 可以违背因果, 别人可以爱我们, 打我们, 回放我们, 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分恨别人, 为之国, 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和一颗亲近的心, 六十四点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, 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情,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, 就得先受苦受难, 六十五点世界, 原本就不是属于你, 因此你并不着抛弃, 要抛弃则是一切的执着, 万物皆为我活用, 但非我活说, 六十六点非感, 我们不能改变周到的世界,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, 用不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。 六十六点经典坛业, 加克文章一点, 人之所以痛苦,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, 二点如说你不给自己烦恼,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,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, 你放不下, 三点你永远要不感谢给你命运的众生, 四点你永远要关注众生, 无论它有多坏, 甚至它伤害过你, 你一定要放下, 还能得到真正的快乐, 五点当你快乐时, 你要想,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, 当你痛苦时, 你要想这痛苦也不是永恒, 六点经济的执着,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, 七点你可已经有爱, 但就要执着,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, 八点无要浪费, 你的身体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, 九点你执着时候放下, 执着时候就没有烦恼, 十点每一种创伤, 都是一种成熟, 十一点慌望的人有救, 恶悲的人没有救, 认识自己, 相佛自己, 改变自己, 才能改变别人, 十二点你古老, 依止固满人家, 你应该依止点讨自己才对, 固满人家, 十三点一个人, 如果不能松内心, 去原谅别人, 那他就永远, 不会经安理得, 十五点行中装满着各地的, 看法与想法的人, 永远听我不见别人的心声, 十五点毁灭人, 只要一句话, 谁指一个人却要天句话, 请你多口下留情, 十六点根本不必回头去看, 咒骂名的人是谁, 如果有一小疯狗咬你一口, 难道你也要他下去搬咬他一口吧, 十七点永远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, 去想认可你不习惯的人, 十八点请你用慈悲心和认可的态度, 把你的故马与委屈说出来, 别人就容易接受, 十九点同样的性格, 你为时魔要装毒药了, 同样的心理, 你为时魔要充满的烦恼了, 二十点得读到的东西, 我们会一直不为它是美好的, 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, 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, 当有一天,你深入了解后, 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, 二十一点活的一天, 就是有福气,就该珍惜。 当我读弃我没有斜河穿的时候,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,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,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特别, 你懂吗? 二十三点分恨别人最特别是一种很大的损失, 二十四点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,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, 乃至于珍惜生命, 误了铁生命的人, 生命对它来说, 是一种惩罚, 二十五点群只是不早的原因, 放假停止, 你才能得到恶。 为自己的才能选择联会, 人生的身权?